蘭嶼議員 我一直放在心上的事情 我想還是要跟我們蘭嶼的朋友見面 我們把這幾年來 我們共同努力的一件事 我們一起來見證 我們在過去三年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三年前 我確實代表政府承諾 政府必須要調查 把當初核廢料存放在蘭嶼的決策過程 而且要提出真相調查報告 經過很多朋友的共同努力 真相調查報告終於出爐了 也證據顯示 當時核廢料簽來蘭嶼的時候 在地的族人朋友確實是不知情 而且也沒有表示同意 這一段的報告 在我們總統府的原轉會裡面 也有向所有的委員提出來報告 而且我們也知道 這個儲存廠是蓋在原住民族人的保留地上 侵害了族人的土地的權益 所以這個報告最後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政府應該提出補償 給我們的族人朋友 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齊聚在這裡 一起見證補償要點的頒布 我們也覺得要深深的感謝在過去 這段期間一起努力的所有的同仁跟朋友 接下來 核後端基金提撥的回溯補償金 將由族人跟政府代表所組成的基金會來管理 我也期待這筆基金能夠創造更多福祉 協助我們蘭嶼邁向永續的發展 我要再一次強調 釐清真相 修補錯誤 這就是我們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的目標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過 就在今天 我們劃出了重要的一步 補償要點的頒布是 蘭嶼重要的里程碑 就讓我們一起來加勞 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